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學習如何把程式寫到Microbit 首先我們需要去到Microbit的網站 當然,你可以在Google搜尋 Microbit 你就會發現 第一個就是了 Microbit.org 或者你直接打Microbit.org 接著進去 你就會見到有一個版面 當中就會介紹了有什麼Microbit等等 你可以轉Language 有中文、英文,我先用英文版 然後你就在上方這個選項上選擇 Let's code 好了 然後你發現我們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編寫到Microbit 甚至乎你可以是用你的電話 今天我們就會去到用一個叫JavaScript的東西 好了,我們就按 好了,接著就見到Loading的版面 然後你就會見到 這裡有一堆 東西 可能當中你需要先去做一些登入 就因為我本身登入了 好了,如果我想 開始寫了,怎麼辦呢 New Project 好了,然後你就會見到 小心 上面我們選擇一個Block 即是說是一些專塊的 就不要選擇JavaScript 因為JavaScript你要自己輸入一些指令 我們就用Block 好了,在Microbit這裡你會見到 現在我正在移動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程式的編寫區 而這邊就是那個效果 我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我就在Input 裡面按實 拉一個 出來 好了,那就按Button A Press 譬如說,當我按A鍵的時候 我就想在Basic上 展示個心心出來 好了 寫完了 然後呢 我可以在這邊測試 A鍵 那就展示個心出來 好了,這個就是我們去到完成了 假設我寫了很多的不同 這裡當然有很多選擇 大家慢慢發掘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Save 就在這裡了 譬如說這是一個 Demo 來的 當然你可以不打Demo 的名字 你打自己需要的名字 然後按一下 Save 好了 你就會 Save 了 Project 與此同時,留意一下 好了,如果你正在使用Comb的話 它自己已經幫你下載了一個檔案 好了 接著呢 我們就把Microbit插進去部機裡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檔案拉進去 就可以做一個Testing 今天這個分享就到此為止 好了 來吧 谢谢观看